周三 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判处中国籍商人秦树仁两年监禁 检察官曾要求判处秦树仁七年半监禁 以及2万美元罚款秦树仁现年44岁 居住在马赛诸塞州的维尔斯利 2005年成立青岛领海海洋一期公司 2014年通过移民投资计划进入美国 成为永久居民 根据司法部之前的指控文件 2015年到2016年 秦树仁在没有取得出口许可的情况下 欺骗美国供应商 向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出口了至少60台水下听音器 西北工业大学是中共军事研究机构 参与研究水下无人潜航器 美国检察官之前还指控 2015年到2018年 秦树仁向中共政府控制的实体 提供了800万美元的物资 买家包括中共南海舰队 以及海军潜艇学院 今年4月 秦树仁对十项指控认罪 包括川谋违反出口管制 签证欺诈 洗钱 以及走私 新唐人记者 毕心慈 林明迪综合报道